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当时《少年内经》一直缠的师父 他就特别提醒我 他说你看《黄庆经》 我说我看那玩儿看不懂 为什么看不懂 蛇神叫什么 耻神叫什么 耳神叫什么 眼神叫什么 我说这都牛鬼蛇神的这个东西 迷信的东西 我才不看 不看 后来才知道对师父不敬 师父是很好的心 他教你这个 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修炼第一书 《黄庆经》 很多人忽略了这个 实际上在你的心思 神活的当下 神使出来 神思不得了 神目如点 神思 那是所有的几大节的东西 都可以叠加到一起 这才是叫灵感思维 灵感思维 说白了就是神思 就根本就不是你的 人的思想可以思的 而这里面有什么神呢 有天神 有地神 有人神 有鬼神 这里面的神的这个境界 还有体内的千神万神 他都会产生神思 他都比你强 他都比你今生学到的东西 那要智慧的多了 他就是展现了神明世界 和我们的巨星宇宙 百分之九十六的暗空间 暗能量 暗世界 里的生命体进行一对一的沟通 一对一的修炼 那这样使你此生就能完成 终极智慧的获得和终极使命的完成 黄听经是我们古代的不传之命 它是要煞雪 这个寿蒙 就是你要对天发誓 你要把手指揽破了 在那个药酒 在那个酒上面滴三滴雪 所有的人要都滴三滴雪 滴到那个水里面去 这个水和雪交融 每一个人的生命交融在一起 受传者 师父的也要滴三滴雪进去 这个古代是通过这样庄重的一个仪式 对天对地 对众生界负责任 出三滴雪 来用自己的心血 维护着的一个秘密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方法